昨晚我又跪下祈祷的時候臨睡覺 之後我都心想 神啊你又要我看到些什麼 之後我開始祈禱 大概一會兒 之後就見到在一個平原上 我剛才也在想在一個懸崖平原那些地方 沒有草的 是平原的 又見到有兩條的軍隊八字形 之後沒多久呢 又對面弄了一個刀八字形 就是這樣 又多了 然後沒多久呢 就很多 是黑色的 排列著的 然後沒多久呢 就全部呢 整個邊都變黑了 就好像那些軍隊那樣 在一個平原上面 就好像中國那些呢 中國那些人打仗呢 就在那些平原那裡 就好像大開殺戒啊 咯咯咯咯 但是呢 它是沒有草的 就是那些山頭野嶺這樣 總之是那些沒有草的 是一個山崖平原那些 那些那樣 它們呢 黑某某的 後來呢 就越來越多了 我突然間剛才都想起到 那個哈米吉多頓大戰呢 當有些人聽到呢 這個世界很多災難 可能是世界末期的先兆 那有些人呢 立刻就會說 哦 那我們災前被提的嘛 災難一開始 我們就會被提 就不用面對大災難的 這個災前被提 很多人就以為是取字聖經 但如果你留心看 你看他們所有的教導 或者書呢 都是用一些間接的經文 不是直接說到被提的時間 是在大災難之前的 譬如有些人用啟示錄三章十節 那裡說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那這個經文呢 只是說到神會保守他們 免去他們的試煉 並沒有說到會被提的 經文是沒有說到被提的 但是呢 在很多清楚的經文是清楚說到 就是基督徒是要面對大災難的 以下我是用聖經五點 來證明基督徒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而災前或者災中被提 都是違反聖經的 第一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 是在主降臨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在貼撒羅尼加後書二章一節 至到第八節 那裡講到 我們兄們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以及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那講到兩件事發生的 第一就是主耶穌基督降臨 然後呢 我們去到耶穌那裡聚集 很明顯呢 你就這樣看這個經文 沒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解釋聖經 就有些外家的觀念 我們解釋聖經應該是從聖經裡面找到答案 而這個經文講到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那就是說 耶穌回來了 我們就聚集到他那裡 所以 次序是 耶穌降臨 然後我們聚集 而保羅在貼撒羅尼加前書四章十六節 那裡講到他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和貼撒羅尼加後書二章講到他到主那裡聚集 是同一事件來的 就是說 他不會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然後又回到地上 然後後來又再次與主聚集 或者與主聚集了 又跟他分開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兩個經文所講到的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是他聚集到主那裡 同一個意思 同一個時間應應的 所以 在貼撒羅尼加後書第二章一節那裡講到聚集 也是保羅被提的時候 和主耶穌一起 那他就講到 有些人就說主的日子已經來了 保羅就叫他們不要輕易動心 不要害怕 因為那個日子之前 也都是講到主耶穌降臨的日子 上面看到第一節那裡就寫於 保羅尼加 保羅尼加 保羅尼加這個字 在新約聖經講到耶穌的時候 都是講到他回來的 主耶穌回來的 主耶穌降臨的 所以 一路講的是主耶穌回來的日子 以前 主耶穌回來的日子 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真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而這個沉淪之子 是說明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以及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為神 所以這個就是敵基督了 即是說在主降臨的日子以前 敵基督會出現 並且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基督教 然後這個不法的人顯露出來 第八節那裡說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這條降臨也是用 巴羅斯亞這個希臘文字 你上網找3952 Greek G-R-E-E-K 即希臘文這樣解的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字的意思 而這裡說到 主耶穌降臨 就要用他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即是說 主耶穌降臨在第一節那裡說到 輪到主耶穌降臨 和我們去他聚集 就是當主耶穌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即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敵基督是在大災難的時候活躍的 在敵基督活躍的時期的末期的時候 耶穌降臨 的時候耶穌降臨 用他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然後我們就和他一起聚集 這個經文是說到 基督和基督聚集 即是說我們被提 去到耶穌的時候 就是主耶穌降臨 用榮光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就是大災難之後的 第二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復活被提 是在死被得聖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些真理 就是保羅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只會發生一次 即是說保羅不會復活了又死過又再復活過 他改變形象也是改變了 成為不那位成為不死的 所以就不會改變了 又變回必死的 然後再變過 所以只是一次 那被提也是一次的 不會被提之後 又下來又被提一次 而保羅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是一連串的事件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那裡 講到就會復活 然後改變形象 然後呢 在貼索尼加前書四章 就講到復活 然後被提 所以三件事 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是一連串發生的事 第二點就是 寶羅不會又復活 然後又死又再復活 所以只能復活一次 然後我們就看這些經文 貼索尼加前書四章十六節到十七節 那裡就說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掌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乃在基督女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全流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這裡講到就是說 主會從天上降臨 又有呼叫的聲音 天使掌的聲音 神的號吹響 又在基督裡面死了的人 就會先復活 以後我們 寶羅呢 是很特別的 幾個經文都是講到我們 即是先我們 貼索尼加後書二章一節 亦都講到我們 第一節那裡講到我們 到他那裡聚集 幾個經文都是講到我們 即是包括寶羅在內 寶羅會聚集到耶穌那裡 而這個經文就講到 以後我們 者活著還全流的人 即是主耶穌降臨的時候 我們就會和他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即是說 耶穌回來 然後基督徒就會復活 復活之後 就一起被提到魂裡 在那裡和主一起 就會永遠同在 就不會再分開了 而菲律比書三章二十節就講到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這裡講到就是主耶穌由天上降臨的時候 祂就會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按著祂的大能 將我們這個悲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而菲律比書三章二十節就講到 耶穌回來 我們就會改變形狀 成為好似耶穌的榮耀身體 將這個經文和貼撒尼加前書四章十六到十七節放在一起 當耶穌從天上降臨的時候 我們也會改變形狀 和祂榮耀的身體相似 所以貼前四章十六十七節應驗的時候 基督徒都會改變形狀 然後將這個經文和臨前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節放在一起的時候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那裡說 浩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因浩童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撓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即是在浩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撓壞 我們也要改變 然後五十四節 在必死的記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 這裡說到 基督徒會復活成為不撓壞 我們的身體變成不撓壞的時候 變成不死的時候 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 即是死亡就被得聖吞滅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而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會被殺 所以 死被得聖吞滅 即是再沒有死亡 即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死亡 而將這兩個經文放在一起 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只能改變形狀一次 只會被提一次 而且是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那麽多前書十五章 五十二節說到 復活和變成不撓壞 然後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說到 基督徒會復活 亦都包括保羅在內 因為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所以這兩個經文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是同時應驗的 然後保羅和眾基督徒就會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即是說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應驗的時候 都是保羅會復活 然後改變形狀 然後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而保羅和基督徒復活和被提的時間 是在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而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死 當基督徒不再死亡 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已經被吞吃了 已經再沒有死亡 就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基督徒復活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後 這是第二個聖經的證明 第三個證明 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被提 是在末次號童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開始 這個災難一過去 然後三十節就說到 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雲降臨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那邊都朝聚了來 這裏說到大災難過去之後 萬族都會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雲降臨 就是耶穌會回來 在全世界的面前 耶穌會回來 然後耶穌就會叉獻使者用號銅的大聲 號銅在上面有寫到的 這個希列文詞 大家找4536 Greek G-R-E-E-K 就是希列文 搜尋網上的時候 就會找到這個字的解釋 就是號銅或者是trumpet 即是吹的號銅 或者是好像現在廣東話翻譯做喇叭的意思 到底那些號銅是跟我們的喇叭有幾大分別呢 這裏聖經是沒有說的 總之是有說到這個號銅 即是說耶穌回來的時候是會有號銅 而這個時候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而很多前書15章52節就說到 一撒時雜眼之間 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然後死人要復活 這個時候寶羅會復活 也在上一節我講到 他復活就會改變形象 以及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寶羅復活和被提的時候 就是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然後貼前四章十六節也有說到號銅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掌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亡的人必先復活 就是講到主耶穌從天上降臨 又有神的號吹響 在基督裡死亡的人就會復活 那寶羅講到他也有份 然後就被提了 那麼在這個經文裡面 講到就是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就是寶羅會復活 然後連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是講到跟著就會被提了 因為我們上一節講到寶羅復活 改變形狀和被提是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好了 既然寶羅講到這個號銅沒刺吹響 即是說以後再沒有號銅 這個是最後的號銅 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 這三個經文所用號銅的字 都是selpicas 那都是講到號銅的 寶羅是仕途 他當然是會熟悉耶穌所講的說話 所以他是會熟悉 耶穌在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 那裡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選文招聚一齊 即是說他熟悉這個號銅的字 而他在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都講到神的號 在貼前四章十六節 雖然中文是用神的號 但原文都是一樣 是selpicas 所以都應該翻譯為號銅 寶羅在這兩個經文都用號銅 那他是熟悉耶穌所講的號銅 那他講號銅的時候 應該是講同一個號銅 而不是不同的號銅 如果他知道耶穌是有講過這個號銅的時候 他沒有理由會提號銅是另一個號銅 有些人就以為這個號銅不是同一個號銅 是另外一個號銅 但如果寶羅他知道耶穌是有講過號銅 他耶穌回來的時候講號銅 而寶羅在臨前十五章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都是講到耶穌回來又有這個號銅的時候 寶羅一定是提及同一個號銅的 如果他是講另一個號銅 他就會說了 耶穌回來的時候耶穌有一個號銅 我現在講的是另一個號銅 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沒有理由耶穌回來有兩種號銅 應該是同一個號銅 所以這三段經文所講的號銅都是同一個號銅 而既然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所講的是號銅 即是說以後再沒有號銅 不會有一個號銅持過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的 末次號銅 和眾星圖被提的時候就是末次號銅 以後再沒有號銅 即是說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所講的號銅 不會持過末次號銅 因為末次號銅就是最後一次 不會再有另一次的號銅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的號銅 都不會持過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的號銅 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寶羅復活和被提 都是在號銅末次吹響的時候 都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這是第三點證明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第四點就是講到馬太福音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節 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所講到的 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講到被提的 是突然發生的事 而這個經文所講的是在大災難之後 我們現在看看經文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就講到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這個大災難之後 三十九節就講到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在這個經文 那時候 那時候 耶穌是比較羅雅的時候的洪水和他回來 他說 耶穌降臨的時候就好像羅雅的日子 那時候不知不覺洪水就來到 就將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回來 巴洪水也是用巴洪水這個字 也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即是說 耶穌回來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也是大災難之後 那時候呢 就兩個人在田裡面 做著事 忽然間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取去這個字 在底下 我寫了希臘文出來 就是 paralambano 你查 Greek G-R-E-E-K 3880 就會查到這個字 paralambano 是由兩個字組成 一個是 Lambano Lambano就是 接代 耶穌就是這個 接代 或者是接受 然後 para 的意思是在旁邊 的意思 paralambano 就是接代 帶到旁邊 在馬太二章十三節 天使就叫 若瑟 戴著小孩子 和他母親 逃往埃及 是用這個 paralambano 這個字 將他帶到身邊 帶他和馬里亞 去到埃及 所以這個 取去一個 的意思就是 帶到耶穌那裡 帶到耶穌那裡 很明顯就是 說到 和耶穌一齊 而聖經 說到 和耶穌一齊 就是被提 保羅在 貼薩尼加 前書四章 說到 被提在空中 與主相遇 就是和他一齊 所以 取去一個 就是取去到耶穌那裡 而撇下一個 原文的意思 是真的 扔了不要 所以另一個 就是被 棄絕的意思 在馬太二十四章 說到 在田裡 和這個女人 推磨的時候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都是一個 很突然發生的事 就是田在做事 忽然間 耶穌就把一個 拿去他的身邊 就是肯定 說到 被提 然後另外一個 就丟下 有人被提 到耶穌那裡 有人丟下 而在路加十七章 三十四節 到三十六節 更加加上 兩個人在床上 兩個人在床上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然後就說到 兩個女人推磨 然後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都是說到 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尤其在床上 更加突然的動作 就是在睡覺 沒有在做事 忽然間 一聲 就被 拿到耶穌的旁邊 所以這個 肯定是說到 被提在空中 與主相遇 所以 馬太二十四章 說到 人子降臨 都是這樣的 在那個時候 那一陣間 其實經驗是連續的 那一陣間 那一陣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兩個人本來在田裡做工 一個就 拿到耶穌那裡的旁邊 所以 這是說到 被提 而特別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 三十四節 說到床上 即是 突然間在睡覺 都突然間 有一個就拿到耶穌那裡 在田裡做工日 突然間拿去 兩個女人 推磨也突然間拿去 那 即是說 這個 不是一個長期的 被耶穌接立 耶穌接立為神的兒女 那種的取緒 而是 真是一個 突然的動作 睡覺 那 譬如人家 信耶穌 耶穌接立 他就不會說 你睡覺 忽然間 耶穌接立你 而這個講到 就是被提 而這個被提的時間 但在大災難之後 在人子降臨 就是大災難 之後的時候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 好了 第五點 從聖經證明 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就是在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的時候 講到 善伯和惡伯 在浩童響的時候 同時見到 主耶穌在榮光中降臨 善伯沒有預先被提去 善伯沒有在災前被提 我們從這個經文 就知道 看得到耶穌回來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時見到耶穌回來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那裡講到 這個災難一過去 然後三十節 就講到 人子的笑頭顯然 萬俗都要哀哭 然後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魂降臨 耶穌回來了 然後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損民 從四方 從天者邊 到天那邊 都焦聚了來 然後 羅亞日子 人子降臨 都是這樣 將他們全部衝去 在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即是被提 然後 在這裏 就講到 當時會發生的事 誰是有忠心有見識的伯仁 這個人忠心 他就有福了 但這個惡伯 就怎樣 他就要重重處置他 定他和苟武為善的人同聚 在哪裏必要哀哭徹齒了 所以這裏講到 這個忠心的伯仁 和這個惡伯 是同時見到主耶穌回來 同時要交账的 忠心的伯仁就有福了 這個惡伯呢 就要被處置 就要哀哭徹齒了 然後 在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節 上面那裏 馬太二十四章 就講到耶穌回來 然後 二十五章就講到 人子在他榮耀裡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中文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以這裏所講的 和上面所講的一樣的 耶穌在他的榮耀裡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和上面的經文說到 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雲降臨 是同一個事件來的 那如果事件發生的時候 會怎樣呢 耶穌回來的時候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那右邊呢 就可以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他所預備的國 而左邊的呢 就是被就座的人 離開耶穌 進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 永火裡去 所以說到耶穌在天上降臨的時候 就是所有萬民聚集了 信耶穌和不信耶穌的人聚集 信耶穌的意思就是 信耶穌而跟從耶穌 只是口話信耶穌 但是生命沒有改變的人 他們是不得救的 因為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即是說那些真信耶穌 而生命有改變的人 他們就會被接納 進入這個神為他預備的國 然後那些不信的呢 就會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所以這裡就說到 跟從耶穌和不跟從耶穌的人 就會即時面對耶穌 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所以從以上五點我們看得到 基督徒被提是很肯定 從不同的聖經的經文 證明在大災難之後 我再將這五點簡單地說出來 第一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 是在主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在大災難之後 在貼撒尼加後書二章一節 主耶穌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而聚集 就是保羅只能夠和主耶穌聚集一次 這就是經文所說到 他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的時候 就是當主耶穌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然後第二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徒復活被提的時候 是在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就是在臨前十五章五月二節 就是講到基督徒復活 而包括保羅在內的 保羅就會復活 變成不撈壞 然後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講到 保羅會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個就是被提的時候 而被提的時候 就像臨前十五章五十四節所講 死被得性吞滅 死亡被得性吞滅 再沒有死亡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被殺 第三點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 被提在末次號童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首先就是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至五十四節 和貼薩雷家前書四章十六節到十七節 都講到保羅和眾聖徒復活 因為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所以這兩段經文都是同時應驗的 而貼薩雷家前書四章 是講到保羅被提 而臨前十五章是講到 號童末次吹響 所以保羅被提是在 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而馬太二十四章 那裡講到的號童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 是不會遲過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末次號童 末次號童 末次號童就是 最後一次以後再沒有號童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 已經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的末次號童 也都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保羅被提是在 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保羅被提是在大災難之後 第四個證據證明災後被提就是 馬太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節 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 講到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在大災難之後 因為在田裏面造工忽然間 拿去而拿去的字是 paralambano 是拿去他身邊的意思 是接立去到他身邊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 而這件事發生呢 是聖經好清楚說到大災難之後 人子降臨也是要這樣 在那時候 人子降臨的時候 在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裏面做事 忽然間取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人推磨 一個取一個撇下一個 還有在床上睡覺也有一個突然的動作 就取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在大災難之後的 然後第五個要點就是 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是講到善伯和惡伯 在號銅響的時候 同時見到耶穌在榮耀中降臨的 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 即是說基督徒被提在大災難之後的 在馬太二十四章就講到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 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對他 那些世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但是在那個時候 忠心的伯仁和惡伯 是同時見到耶穌回來 忠心的伯仁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馬太二十五章也都講到 就是人子在他榮譽中降臨的時候 就將萬民聚集 在右邊的就會進入為他們預備的天國 而左邊的就會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面 以上的經文我們知道 基督徒被提在耶穌降臨 在這個大災難之後的時候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的 有些人就說 這樣就很慘了 大災難 我們要面對大災難很慘的 很恐怖的 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正經講到大災難的時候 講到七人是羔羊開始的 七號七雷七腕都是天使開始的 那就是說 其實大災難是神開始 並不是魔鬼開始的 我們看另外一個經文 在啟釋律十七章十七節 那裡講到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給那壽 直等到神的華都應驗了 那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甚至那些諸王同心合意 將他們的國給那個壽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不是魔鬼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那有些人就說 哇 連那些諸王都是信從神的旨意 所以他們會將他們的權並給這個壽 跟羔羊爭戰 那哇 為什麼要發生這些事呢 在人看上來好像很難明白 但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在大災難的時候是神掌權的 我們看到兩個見證人 在啟示錄十一章那裡講到兩個見證人傳道 他們三年半的時間 跟敵基督的時間一樣的 那三年半的時間呢 他們都是能夠勝過仇敵的 並且後來他們雖然被殺 但又復活教人升天 就讓我們看到 在大災難的時候神依然掌權的 啟示錄十四章 就講到三個天使在空中 向各國的人傳福音和傳警告的信息 第三個天使就說 誰人拜壽壽印記 他們的份就在流氓的火湖 即是說這個時候也是神掌權的時候 和第五號的時候 啟示錄九章四節 就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而兩個見證人是會攻擊神的敵人 和第一碗的時候 啟示錄十六章二節 就會有惡毒的倉 生在有壽印記 拜壽象的人身上 第五碗 啟示錄十六章十節 是講到獸的國黑暗料 所以就讓我們看到 原來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是掌權 有些人就說 為何神要有大災難呢 這個聖經沒有講的 這個是我自己推想 聖經有講的 我們就說聖經是證明這些 譬如我是很清楚用聖經證明 災後被提 但是關於為何有大災難 聖經是沒有清楚講的 那我就覺得原因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呢 在現代的時候 基督徒是可以依靠他們的錢 依靠他們的財幹 可以依靠人 但是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依靠神 不能夠依靠錢 就算有錢 都不能夠買東西吃 所以那時候呢 基督徒只能夠多親近神 完全依靠神 沒有食物怎麼辦 只能夠祈禱親近神 所以我覺得呢 在大災難的時候呢 是會有大復興的 基督徒的生命會很大大的復興 被神更新改變 在那時候呢 神會使用他的生命 作美好的見證 神也都會保守他們的生命 讓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能夠安全地 將福音傳去天下 也在聖經裡面都有講到的 因為他們聖過魔鬼呢 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呢 在大災難的時期 基督徒依然是得勝的 雖然是會被追殺 但是神是會保守 那麼聖經也都講到呢 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不用想著說什麼 因為聖靈呢 到時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那麼既然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呢 聖靈都會指教基督徒 怎樣可以逃難 怎樣可以有食物 或者不需要靠食物 就是祈禱可以保存生命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倚靠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神就能夠做很大的工作 神就能夠成就偉大的事 也都更新基督徒 還有在那時候呢 福音要傳遍土天下 傳到很多的地方 當然呢 福音應該在大災難之前 傳到很多的地方 但是在大災難的時期 神也都會使用基督徒 能夠他們聖過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因為在那時候 基督徒是會非常之勇敢 神會帶領他們去哪裡 傳福音帶領他們 怎樣給神使用 給神去保守 所以基督徒呢 是不需要懼怕大災難的 反而我們說 我們要學習 依靠神 親近神 從神得力 怎樣靠著耶穌 隨時討告得力 隨時討告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輕盛喜樂愛和能力 可以有動力 從神而來的 有很多基督徒 他們祈禱的時候 只是將一個清單交給神 這樣的祈禱 未必得到很大的力量 聖經講道是用心靈誠實 來敬拜 就是整個心靈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個靈 去愛慕神 感激神 讚美神 歡喜神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理所求的 賜給我們 神就常與我們同在 即是一個親近神的祈禱 基督徒是可以得力 基督徒得力 就可以為神作美好見證 求神幫助我們 不需要懼怕大災難 反而我們預備好 耶穌快要回來 我們基督徒需要預備好 需要靠著耶穌得力 從神有力量 讓我們為主耶穌作美好見證 並且不需要懼怕魔鬼 不需要懼懶 不需要懼懶 不需要懼痛苦 因為神必保守跟從祂的人 愛祂的人 神會保守 即使是被殺 神都會賜我們力量 賜我們平安 求主幫助我們 用一個勇敢的心 去面對大災難 亦都在這個時候 事事 討告親近神 從神得力 讓我們能夠面對 前面的任何的迫迫和災難 讓我們能夠在任何災難的時候 都能夠暫立得穩 從神得力 求主保守我們 不需要怕這個大災難 能夠隨時做一個勇敢的基督徒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保守我們 在這時候我會帶大家 有一個討告 親愛天父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災難 實在是越來越多 我們看到天氣的改變 非常之熱 很大的洪水 有些人說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每年都一遇 並且一年多遇的這些洪水 很大的災難 還有很多的熱浪 很多的災難 饑荒 瘟疫發生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 實在時間不會長久 我們很難想像 十年之後 這個天氣會變得怎樣 熱成怎樣 二十年之後又會怎樣 三十年之後又會熱成怎樣 就會應驗聖經所說 到時會熱死人 我們就知道 這個世界的時間不多 還有我們看到 不同的國家都可以隨時發生戰爭 而聖經說到第二印的時候 是說到從地上奪去太平 再沒有太平 就是有一天 這個世界上會有大大的戰爭 有世界大戰 世界上再沒有太平的地方 求主幫助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從神得力時至親近神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平安 叫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有神的力量 為主耶穌作美好的見證 不要懼怕 不要只顧著怎樣保存我們的錢財 保存我們的生命 因為有一天 這些一切都會過去 但我們靠著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的時候 神就祝福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從神得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加力給我們預備好 迎見耶穌回來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的邀請所有 你相信災前被提 或者災中被提的人 你嘗試查考這些聖經 你都去找一下災前 和災中被提的證據 讓你去找一下 其實他們是沒有直接聖經的證據的 不是用一個先入為主的意見 在聖經裡面 我們從聖經找出答案的 然後祝福你 我可以樂意和你們溝通 你如果想溝通這方面 你可以直接聯絡我的 在香港的電話和WhatsApp 地區字頭是 852-9408-8617 地區字頭是 852-9408-8617 祝福你 拜拜 拜拜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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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